北美华文作家协会2016年洛杉矶代表大会于洛杉矶找开了 作为承办单位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的创会会长杨华沙 出席了晚宴并且为大会献唱 杨华沙透露经过四年的筹备完成 叙述150年前 在美华人协助完成美国铁路建设历史的电影《铁马金山》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北美华文作家协会2016洛杉矶代表大会日前盛大举行 大会邀请了专家学者做专题演讲及学者讲座 活动由北美华文作家协会主办 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承办 两年一次的作家协会大会是南加文学盛会 不仅有来自台湾加拿大美国的贵宾 而且活动内容丰富 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的创会会长 电影《铁马金山》制拼人杨华沙 当晚出席晚宴并为大会献唱 我们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 是承办单位来招待我们从各地来的华文作家们 他们知道我拍过电视剧 同时现在也正要拍电影 所以就特别希望我能够在晚宴的时候 能够唱一首歌 同时介绍一下我这个电影的情况 杨华沙在网会上表示 铁马金山经过四年的筹划完成 该篇由人性角度出发说历史 这段华人修建美国铁路的削类史 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华人为美国做出的奉献和牺牲 应当让全世界人了解 今天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高度发展 能够有这样的成果 华人的攻击是不可以磨灭的 这是一个大时代的背景 但是讲的是小人物的故事 就是在150年前 我们早期华人成千上万的 到了美国西部 来帮助美国能够完成这个东西横贯铁路 因为他们的牺牲 因为他们的努力 所以这一条能够如期地完成 今天的美国能够有这样的繁荣成就 实际上我们华人是立了功的 是不可磨灭的一个功劳 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一段历史 要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也忘记了 这一段故事要由我们自己来讲 那我非常的高兴 经过四年的努力 也已经把我们的团队组织起来 那我们这个团队呢 有在Hollywood 得过爱美奖 得过金像奖 其中最让我高兴就是 我们的编剧 也是曾经得过爱美奖 跟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编剧 是Hollywood制作的一个片子 我们现在有一个网站 这个网页呢 各位有兴趣呢可以去看 是中英文都有的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